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大家看本期视频 那么这期视频就是上一次百万粉丝 感谢视频下方的问题回答 谢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第一个问题 恭喜大帅,今年25杭州人单身麻烦给我介绍个对象 嘿嘿嘿 这个观众叫做前任下星 如果杭州年龄相近的观众可以去联系他一下 高端局看腻了 大帅能不能观战一下一阶二阶的低端局 可能很有节目效果 祝小帅越来越帅 夫人越来越美,谢谢 首先低端局是观战不了的 也是解说不了的 他只能做成一些搞笑集合 但是他不适合解说 大帅打算主播到什么时候 真怕有一天看不到你的直播和视频了 暂时还没有这个退圈的想法 因为我之前有给大家讲过 我是一个比较混的人 所以说我至少心理上面来讲 做直播和视频是不累的 最近的话不是童大爷说要休息一会儿吗 其实我是能够非常的感受到他的那个累的 因为他的年纪跟我相当 我能够感受到他所说的兼顾比赛解说直播 然后还要打牌位 他要做视频这一系列 并且他的视频要周更的那种压力 像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因为我很快乐 我想怎么播怎么播 想怎么解说怎么解说 大帅什么时候游钱汤江 这边的话要郑重的给大家道个歉 就是因为去年其实答应大家 今年在夏天的时候 横渡钱汤江我去报名参赛的 但是由于我们这边的一个信息滞后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报名结束了 所以说欠大家的横渡钱汤江我一定会完成 明年我能够去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去的 我一定会完成对大家的许诺 恭喜大帅百万 陈欣向大帅发问 作为大学生能干什么 尤其是视频方面 因为现在大学的教育和社会有一点脱节 我也确实学的太烂了 别喷 某理工985混子 我感觉你有在凡尔赛 真的感觉迷茫 但又不想抽象 这个的话呢 其实视频方向上面来说 他就是一个做内容嘛 做内容得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以及你做的这个内容方向 他是否可持续啊 因为做视频他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点 就大家可以看到我 就发了一万多个视频 就是因为我选择的内容是可持续的 选什么赛道呢 如果你能力强 什么赛道热选什么赛道 如果说觉得自己能力一般的 喜欢什么做什么 因为喜欢你才有动力 大帅的健身之路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8年到现在一直很缠大帅的身材 因为我以前很胖 我在10年的时候有260斤 然后呢减肥减下来之后 你就不会想要再胖回去了 所以说你会很珍惜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每周为什么只有三四天的直播 我对于我的直播的要求是很高的 只要我播我就会把我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我自己满意的最好的状态 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间呢 可能一次直播就两三个小时 一周呢也就三四天 其他时候呢我需要去调整 我需要去休息 我需要去健身 没有办法可能一周七天 然后每天拿出七八个小时来进行这样 这种高状态的直播 所以说呢我选择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可能时间不长 但是状态比较饱满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直播 很好奇大帅为什么要用空格界出刀求解答 习惯问题 这就是习惯问题 当时最开始的时候设置了个空格 感觉还不错 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大帅你的解说很专业 想知道作为解说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我的解说 其实我有一个喜欢的解说 他叫黄旭东 然后呢我从小就看着他的解说长大的 可能受到他的影响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参照的参照的对象吧 当然独奶是真的没有参照这个对象 我也是本着非常想要给大家提供专业的解说来进行解说的 那么至于需要注重哪方面呢 我觉得普通话很重要 然后呢需要锻炼你的语速 因为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你需要用密集的语言把你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解释给大家 所以这个需要多练 其实说着说着说着你就可以来进行解说了 但是越多越好 大帅能不能多教教人类的意识和操作方面 希望能在解说的同时学到什么 首先呢很多观众说大帅的意识好 其实呢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意识跟经验它其实不能混为一谈 我觉得我是经验比较丰富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发了一万多个视频对吧 甚至很多还是合集的可能我看过的得有好几万场了 所以说我脑子里面有几万场的数据库 因此我才会在某个节点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后面的分析 原因是因为我看多了这一类情况 所以我能够给大家讲后面会发生什么 但是意识的话呢 它可能是一种天赋 意识跟操作的话呢 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要更多的去向我们的职业选手高分段的人黄图黄学习 我的话呢更多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经验分析 然后这边有好几位观众是问到了就什么时候能来B站播一下 其实有之前在非带货类的直播的时候会同时开那个B站的 就比如之前的聊天 但是后面很少了嘛 因为我的直播现在除了是解说比赛 看比赛以外呢就是夜宵杯 这一类的直播的话呢都会带货 因为带货的话呢 我觉得B站这边的观众看到以后会体验很差 所以呢就没有在两边同时进行直播 如果后续会有一些聊天类的或者是自己玩的直播安排的话呢 会考虑一起播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刚给大家讲到的 我希望我的直播都是状态饱满的 那么我能够状态饱满的出来的一个时间呢 可能也就每周这一段这么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都给到了夜宵杯 所以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开一些聊天类的直播 到时候会两边一起开播的 在这里想采访一下大帅队自己的毒奶神里有什么看法 或者以后会考虑解说其他游戏吗 首先呢毒奶力这个东西啊 我曾经其实有很正经的给大家讲过 这个东西就是数据多了嘛 因为我一天可能会更新十个视频 十场观战里面可能就一场有毒奶的 而且这一场毒奶呢它也是一个突发因素 说实话呢就是大家只记住了这一场而已 而忽略掉了其他九场非常到位的专业的解说 这个的话呢就只是大家愿意记住那一些对吧 比较有神力的剧情而已啊 然后精力真的有限啊 我觉得第五人格挺好的 同类型里面很难能出这么精致的游戏了 所以说我愿意陪第五人格一直玩下去 大帅可以推荐一些下饭up主吗 首先推荐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电影最top 发条章我很喜欢看啊 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精 然后呢讲电影的那个阿斗也很不错 我们也蛮喜欢看的 就是会诙谐幽默一点 然后呢会输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看的 还有的话呢就是之前给大家讲到的沉睡变啊 它是一个专业的去探店自助餐类型的 因为我跟太后还蛮喜欢吃自助餐的 所以说我们也经常看 其他的话一下子想不起来 就先推荐这三位吧 哦还有一位温铁军老师 他的视频我甚至还有在b站买过课程的 我觉得也蛮推荐大家看一下的 因为他讲到的很多东西 其实书本上面是没有的 这个的话如果喜欢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但这个不是下饭视频了 大帅这么多年做视频是一个人吗 还是有团队的目前还是一个人 我的视频本身也不是特别需要剪辑制作 所以说目前还是一个人 大帅是怎么从始至终都这么纯粹的 因为可能我对于这个up主这个身份的一个定义吧 他对我来讲更多的就是做视频 因为我在做视频的过程当中还是蛮快乐的 我享受这份快乐 其他的事情我不是特别关注 然后呢视频他可以多个平台分发 然后呢他能收获到多份收益 然后呢赚的钱越来越多了 导致就是我会变得比较的 可能这就所谓的成纯粹吧 就是我很享受这个做视频 然后这说视频还能给我带来收益 然后就不断的做下去了 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大帅你觉得现在音符和阿B哪个好做 这个问题其实你不用考虑哪个好做 如果说真的想要做视频内容的话呢 哪个平台你都做 所有平台你一个视频可以分发在所有平台上面 没有必要考虑哪个好做 然后呢根据你的视频的风格类型 会有反馈给到你的 比如说在阿B播放量高 在音符播放量没有那么高 那么证明你的视频适合在阿B 但是呢不要忘了音符那边也同时分发 能多分发为什么不多分发呢 想问一下当初接触第五人格的契机是什么 首先做第五人格的契机就是想装个P 就很简单 因为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这个人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啊 当时在那个网易的时候 其实一天的工作量 我可能可以把它压缩到四五个小时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的工作是比较自由的 你能够完成工作之后呢 剩余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 刚好接触到了第五人格的内测 玩了一下内测玩家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杰克还打上榜了 感觉自己很厉害 第五人格公厕的公厕的时候就做了一些视频 然后就有人看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累积了一些观众 然后就坐下来了 就这么简单 大帅你的up瓶颈期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期 因为我的视频比较的简单 然后呢我的视频还一直会有观众收看 所以我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期 可能有一些波动就是最近的一个视频收入有大幅下降的一个情况 但是对我来讲呢 至少现在这个工作或者说做视频整体上面来讲还是蛮欢乐蛮快乐的 就还行吧 坚持下去 刚好有观众问 大帅大帅 我想问一下 只靠视频流量的收入如何会很少吗 比如说在音符的话 好像一个月的播放量大概是在五六千万 然后收入的话可能是一天大概几十块钱 一个月两千块钱 大概就这样一个量 然后在B站的话会好一点 现在的话因为各个平台的一个收入都在减少 有些平台的话从本身的比如说一个月给一百块钱 到现在一个月只给五块钱 就砍了95% 所以说呢存靠流量的话 现在刚开始起步是肯定没有办法维持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把它当做一个兴趣 慢慢的来培养 把这个号养起来 等待将来能够接商单 或者说将来流量的一个收入有所提升的话呢 我觉得当做兴趣来做还是可以的 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在学习或者工作的闲暇时间啊 把它当做一个兴趣来做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上来 就把它当做一个主页的话呢 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间 好了 那么能够回答的问题呢 大概就到这边了 剩下的话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呢 下一次我们再开一期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